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斯 喜歡我的頻道記得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接著用我的HFB推取BBD還有GISCO 這次要介紹的天地捷又存在你的新角色呢 是這個絕品嚴屬性的咒師遇傷 天賦的部分自身一圈內不存在光屬性的敵人 法攻法傷提高8-15% 回合開始的時候對自身五個範圍內的3-5敵人施加一層燃燒 OK是每一個回合開始就可以施加 兩個回合對範圍內的敵方主動攻擊前呢 攜帶燃燒狀態的時候則對戰前施加疲弱 這個還蠻不錯的 因為他這個只要我攜帶燃燒 其他隊友幫忙也是可以的 行動結束的時候對自身五個範圍內攜帶燃燒狀態敵人造成一次的固定傷害 是燃燒狀態乘數12%的最大細血 好 好 呃 單體 對單格其他友方施放這個龍火平生的絕學 目標跟自身可以獲得神略1跟刺骨1 還有龍凱的狀態持續兩個回合 那龍凱是遭受攻擊對戰之後 目標攜帶燃燒狀態的時候攜帶著免傷提升20% OK然後對戰後呢有50%的幾率對目標施加暈訓 50% 還是蠻高的我覺得就一半一半了 好再來絕學齁至焰怒勇 對範圍內所有敵人造成0.3倍的傷害 而且施加燃燒狀態是兩個回合 對中心點目標造成暴擊 得外對齊4加暈訓狀態 你就是說拚暴擊 讓他加暴擊比較好嗎 好 萬炎營燻對範圍內所有敵人到0.2倍的傷害 隨後對範圍內隨機當個敵人造成0.2倍的傷害 次數最多是1加範圍內攜帶燃燒狀態 角色數量乘以2 每個敵人最多可以被攻擊4次 然後本次攻擊未造成擊殺 該絕學人確實很減2 但是就0.2倍的傷害是有點少 但你敵人施加越多燃燒狀態的話 那你攻擊就會越多次 好 再來絕學的靜兆天火是單體氣的1.5倍傷害 然後暴擊率提升20% 對戰之後對目標作為兩個內 一個攜帶燃燒狀態的其他地方造成疑似的法術傷害 而且是法攻的70% 還蠻多的 還蠻多的 好 被動嚴峰爆擊率提高10% 欸跟我猜得一樣 如果增加爆擊機率的話 這隻角色很容易暈眩敵方 感覺打PVP蠻適合的 居然被爆擊的目標 一個有益狀態 並施加施魔益的狀態 持續2個回合 那神命絕學的部分呢 是主動攜帶燃燒狀態的敵人時候呢 主動攻擊 攜帶燃燒狀態的敵人的時候 傷害跟爆擊率提高5-10% 支撐5格範圍內 攜帶燃燒狀態的地方 則爆擊率降低20% 哦 增加自己人 然後降低別人的爆擊 好 理論上來說 就是施加燃燒狀態啦 不過他沒有地形就是了 有點可惜 不過這個 有這個 那人家暈眩的這個 是有點討厭啊 而且感覺他的爆擊率應該蠻高的哦 如果視頻那些會增加爆擊的話 法爆手啊 哇那你這隻角色要很小心哦 還是個女角 好 那這個技能的部分比較沒有那麼複雜哦 那有什麼想要跟大師一起做討論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跟大師討論 那喜歡我的頻道 好記得按一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們的IGFB 推去BBD 還有幾次哦 感謝各位今天的收看 拜拜